今天来玩玩立体角的竖口袋 制作方式很简单 透过立体角的存在 内容量变大 材料介绍 竖口绳45公分乘2 表布17乘40公分乘1 里布17乘35公分乘1 这就是我们制作一个 作品所需要的材料 将表里布短边布边 正面相对重叠 内缩一公分 画线车缝直线 先接合表里布 这个位置记得要留返口 等等作品完成时 翻面才会方便 一共有两个布边要结合 使用电运斗将缝缝探开 透过探开缝缝动作 可以让作品平整 在制作上会比较顺手 将作品接缝处两侧相对 使用电运斗烫平 里布底上凉2.5公分 做记号 表布底一样上凉2.5公分 做记号 这个底角的处理方式比较复杂 有请大家仔细观看影片的技巧 表布记号线上折烫平 将表布内折处塞入里布内折处 即会形成一个有里布的立体角 完成立体角的准备动作 我们来将竖口带抽绳带口 完成结合动作吧 首先对齐对齐表里布 接合点 由接合处内缩1公分缝分 接合点下辆5公分 做上记号 双边都是一样的动作 这就是表布抽绳带口上段用料 直线车缝刚刚做记号的位置 接下来将布料回复 接下来将布料回复 底部立体角重叠的位置 借影片放映 让大家再复习一次底角叠步方式 沿布边内缩1公分缝分 直线车缝 双边都要车缝 因为布料重叠多层 所以在车缝时会比较吃力 请大家小心慢慢车缝 车缝的起末位置点 以内里布为范围 上方为竖口绳口 切记不能车缝 取花边剪将缝缝修剪 透过修剪 可以让作品在翻面后更平整 由刚刚预留的范围 将作品翻回正面 因为这款作品是多层次重叠法 所以翻面时 要注意将表布翻出来 透过折布动作 我们将竖口袋的袋底立体化了 除了袋子内容量增加之外 放置物品时 就不容易东倒西歪了 使用电运斗整趟平整 沿内里带口处直线压缝 透过压线 通过压线不但作品立体 竖绳也能轻松固定在轨道内 将上方部对其内里布边 记号处再直线车缝主体 带口一圈 让竖绳轨道完整 使用时才会方便 来穿竖绳 这一次使用小帮手小黑夹 以致穿过两条线 先走单边的竖绳轨道 因为我们的竖绳轨道口不宽 所以小黑夹在这次使用上比较方便 穿过单边轨道之后 取下一条线头 小黑夹走完另一边的轨道 同一条线对齐打结 再取另一条线 反方向回轴轨道打结收尾 记得第二次穿线的轨道 内线是交叉不同方向入线 有这样的概念 您的穿竖绳就不会出差错了 竖绳轨道不能留太大 会让作品觉得松散 所以树绳在引穿时会比较辛苦 请大家细心完成 作品完成了 透过不同的折布技巧 转化应用在竖口袋上 您的作品就能化身成为实用又有特色 收纳或是当作礼物带装小礼物 都是很方便的小手作 如果您喜欢听今天的教学 别忘了按赞、订阅和分享 更重要的是 别忘了回来一起玩手作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订阅 后来 drifting,请不吝点赞,订阅和 下 sıac mini